可以看到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执政倒数 针对两岸的议题对蔡英文一再重申 是维持现状 也就是坚守中华民国的宪政外 同时也向中国来喊话 一定会维持非常良好的关系 而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 昨天在美国演讲的时候也提到 台湾新的领导人是宪政选出的人选 就应该遵守他们的宪法 台湾与中国同属一中的立场 用字里罕见的使用宪政与宪法的字眼 释出我方坚守中华民国立场现状的讯息 也就是他们的最底线 准总统蔡英文执政倒数关注的两岸关系 从双方近日隔空对话 可以探究出蔡英文与中国大陆 接下来的相处模式 他认为这个前提是我们也是要跟 大陆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他说我说维持现状 政策办公室执行长张景森 转述了蔡英文的看法 用的是维持良好的关系 这样的用词 就在蔡英文表达出善意后 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 方美演讲时谈到两岸关系 在未提到九二共识下 他说台湾新的领导人 依照他们的宪政所选出来的 既然如此 他就不能违反自己宪法的规定 他们的宪法是规定 大陆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是非常清楚的 虽然从头到尾都没提及 中华民国的字眼 但却用了过去极少提到的 宪法与宪政 留下了中国对新政府的 暧昧空间 看得出来大陆现在已经逐渐在施压了 不要从施压的角度来讲 双方还在一个试水温 还在一个互相磨合的过程当中 可以找到模糊 可以找到重复的空间里面 去找寻未来双方对话 跟这个合作的一个基础 看起来像规范 事实上也可以想像说善意 因为大陆也一直要想消灭中华民国 那这个东西 所以老实再次的说明 国民党的两岸政策 其实要珍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来管到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有没有遵守宪政 管太多了 不管是陆方的施压 还是试图找寻双方的谈判空间 从两边的互动 确实看出已不像过去政党轮替时 随时剑拔弩张的情势 520未来的两岸新气象 会是怎样发展 值得期待 欢迎新闻林志鹏全民燕